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儿来聊聊这个烟花革命 烟花革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 网友们就传的是铺天盖地 继白纸运动之后 被冠以烟花革命的这一场事件 确实动静不小 警车都被掀翻了 可问题是 它真的能够像之前的白纸运动一样 形成一股广泛的运动吗 所以今天咱们拿白纸运动 和这个所谓的烟花革命 咱们做一个对比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所谓的烟花革命 更像是一场闹剧 咱们来聊聊里边的一些细节 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 这次的烟花革命 它最有意思的点 不是说在于它跟白纸运动相比 而是在于这件事情的种子 是中国政府在40年前 自己亲手埋下的 到了今天长成这个果实 而且我还告诉你 这个烟花革命 你可以镇压它 你可以逮捕它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但是促使这些人走上街头抗议的 这个内核并没有解除掉 相反 它已经深深的随着40年 植入了中国政府的 怎么说呢 大动脉里面 所以这事特别有意思 咱们今天花点时间给详细的说一说 好 那么这事从何说起呢 要知道放烟花是作为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 都喜欢过年放个花 放个泡什么的 小孩子也喜欢玩 但是呢 自从中共建政以来 不管是以环保为由 或者以什么样的七七块块的理由为由 他们一刀切的采取说 老百姓你不许放烟花 可是呢 他们自己可没少放 不管是08年 还是这个冬奥会 或者什么样的 只要有需要 他们就放盛大的烟花 但是老百姓想点个词花 就要把你拘起来 所以这种不满 实际上已经长久的 积存于中国普通民众的心中 整赶上最近中国社会的极度的压抑 又是风控 又是清零 又是躺平式放开 百姓心动不满 需要一个发泄的出水口 于是呢 在1月2号 在中国的河南省周口市下属的 叫陆毅县 不是那个演员陆毅 是这个地名陆毅县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烟花革命 起因就是有一些年轻人 我不知道这视频能不能放出来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就是年轻人骑着摩托车 放那个烟花 凑凑凑 拿那个肠管的往天上滋 然后后面你看那个警察呀 在后面追 就颇有一种什么呢 像遛狗一样的 但是这样对警察来说 可能不太尊敬 但是没有办法 现实就是如此嘛 非常的有喜感 有一种黑色幽默的 这么一种荒诞感 就是你就感觉你如果忽视这种背景 人员和这个警车上面的涂装的话 你会感觉到 你好像是不是 来到了美国大片当中 那个警车追逃犯的时候 那种感觉 但是在中国呢 就不止一次的 就在游戏的周口 这个附近 陆毅就出现了多次这样的情况 还有人开着这个私家车 也是从窗户 从天窗 从侧窗往侧侧侧放 后面警车 所以这个场面多少年没见过了 但是呢 这件事情啊 那终究那中国警察嘛 对吧 前面设卡呀 来拦阻啊 最终把这几个人逮着了 逮着之后 民众不干了 民众就把这警车呀 或者什么 就围了 说一会放人 放个烟花板嘛 一来二去的 就产生了这个警民冲突 最终呢 你看这个图片啊 这车就被翻了 几个年轻人啊 甚至把警车给砸了 哎 还站在车顶上 试飞着都拍出照片来 发的全世界都是 那么这个事情呢 被冠以这个所谓的烟花革命 这样一个名头 很多人呢 尤其对于中国不满的人 尤其对中共不满的人 也希望说 这些事情能够像这个野火燎原一样 哎 能够烧遍全国 甚至还有一些理论说 你看这个放烟花是中国人的传统 所以河南可以爆发 其他地方也能爆发 那这一点观点呢 我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 下面我来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 这一次的烟花革命 从咱们从高往低说 从高度来说 是无法和之前的白纸运动相比拟 当然有人说 为什么不用革命 大家知道革命这个词不可轻用 我说烟花革命 我是调侃在说的 白纸运动 我把它称之为一种运动 这是我们需要对于历史有一定的严谨的态度 什么是革命 革命是有明确的纲领 并且形成党派 或者造成一些既定的事实 那么白纸运动和革命还差一线 但是仅差一线了 事实上是 如果说中国政府之前再强硬那么几个月 可能这件事情真的就闹得比当年的八九 这个学运还要大 但是终究没有 所以白纸运动可以说 它是在革命的临界点之前被掐灭了 但是不可否认 我们回过来看 拿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横向对比 你会发现白纸运动 它是为了自己有 但是它更多的是为了别人 为了更多的那种被无理无脑封在家中的 那些无辜的百姓们 为他们谋出一条活路 它是有相当成分的公义之心的 而这个东西在层次里面居于上层 而这一次这个所谓的烟花革命 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得失 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现场的一些照片和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打杂警车的小年轻 他行走或者他这种神态 这种状态 如果说咱们不知道是烟花革命 不知道是放烟花被逮 你把它理解为说 一帮争拥斗狠的小会会 可不可以 从神态来看完全可以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有人说你是给他们泼脏水 真不是 咱们得冷静的分析他这个事情 整个的过程下来 你会发现烟花 就说革命吧 好吧 烟花革命这个整个事件 它的起因和它的发展过程 没有一个广泛的说能够扩散全国的一个群众基础 你要知道中国的禁音花多少年了 老百姓已经被管服了 那么在河南这个地方 等会我们后面会说 为什么发生在河南 这个不是一个偶然 但是发生在河南是 你说下其他地方纷纷效仿 No 中国的百姓没有这个意愿 乌鲁木齐大火催生了白纸革命 那么乌鲁木齐大火是什么 是我们不出来抗争 我们的龙毛还未所死 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所以当然要站出来 而且封城造成了那么多的经济损失 被迫买高价菜 那么大的这种抽血 盘剥我们百姓 盘剥我们韭菜 那是每个人的切肤之痛 而烟花这个事情 本身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不信我们走着瞧 好不好 你可以看看 这次的所谓的烟花革命 能不能达到之前白纸的高度 达不到 这此为其一 我说它是更像是个闹剧 那么第二点呢 就落到这个革命本意上 跟咱们说的是吧 白纸运动 它有它的核心诉求 而且这核心诉求高大上 能够快制人口 那么你告诉我 烟花革命有什么 我们要捍卫放烟花的自由 不是的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白纸运动 它是求活 是人性内心迸发出来的这种 活力 这种愤怒 这种求生的欲望 而所谓烟花 不过是叫什么 借题发挥 是什么 是这个百姓民众 在其他的原因的不满 借着烟花这件事情发出来 这个从根本来说 从力度 从心态的力度来说 也是不可持久的 此为其二 第三点 也是今天咱们说最重要一点 就是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慢工出气活的 一个长远的过程中的 一个现象 有人说 爱情细水长流 有人喜欢 也有人说如火山般炙热 但是你发现 细水长流 最后喷发 流出的这个 不是喷发 流出的总量 可能跟火山 在短期内喷发的 总量是一样的 但是它时间长度 延长很多 火山热烈 细水长流缓慢 所以这次的烟花 不仅不像它的名字一样 像烟花一样灿烂 相反 它只是中国四十年前 种下的一个苦果 到今天结束的第一粒果子 咱们想起来说 首先第一点 为什么发生在河南 四十年前干了什么 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 同时也是四十多年 再往前一些 中国八零后 对吧 计划生育 这两件事情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到今天 中共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两件事情 汇成了这次烟花革命的 最核心的原因 观众朋友们 首先我们来看 那张图片对比 你看一张是这什么 这是白纸革命时候的照片 一张是什么 一张是这几个 正在对于警车 进行攻击的 这个河南的少年 你会发现 还是那句话 就从他们的气质来看 你觉得哪个更正经一点 当然对砖头子来说 我觉得白纸运动 这个更正经一点 原因咱们上面说了 不再赘述 所以这几个 我们着重看这个 把画面放大 看这几个孩子 你会发现 驱使他们在做出 这样的行为的 肯定是不满 是其一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但更多的 在心理的底层逻辑 一个少年人的这种 争勇斗狠 一种是什么 是这种留守儿童的这种孤傲 这种魂不吝 留守儿童 或者说是这种 就是中国县级市 或者是地方上三四县城市 四五县城市 这种小地方 这些民众 这些平时新闻联播 从来不会注意的 在各种娱乐头条上 也不会达到主线的这些人 其实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分量 刚才咱们说了 留守儿童 对 河南省 山东省等等 中国有几个人口大省 非常的拥挤 但同时因为经济不发达 这些人的成年人 往往是去北京 去上海 去广州 去深圳 去其他地方进行打工 那么这些地方 往往也是中国 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 最多的地方 中国的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 沿海地区 画了一个圈 是 他们先富起来了 先富起来 造成了贫富差距 形成了中国的春运 就是打工潮 打工潮要走 到春节要回去 春运就是这么形成的 对不对 好 既然贫富有差距 待遇有差距 那么实际上 中国人跟美国 国家最重要的不同 美国等国家 你说哪个州好 对吧 比如说 美国有几个著名的穷州 但是人家不愿意的话 人家举家 纽约 华盛顿 九金山 洛杉矶 佛罗里达 不管是哪个地方 费城 人家只要去到哪个地方 带着全家 只要他能在那地方落下去 活下去 找到工作 他就可以举家迁徙 随便 变更一个地址 邮箱地址 变更完事 但中国不行 中国又被这个土地制度 被这个户口制度 死死的束缚在了他们的土地上 矛盾就由此展开 我一方面要去工作 我一方面要去 我的孩子又不能在当地上学 你们都经历过 对不对 外地所谓的戒毒费 烂架不倒一大堆 又不允许 所以孩子只能留在家里边 那老年人又宠孩子 又惯孩子 或者没有老人的孩子 几个在一起玩 少年人在一起 还有什么 争勇斗狠 只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留守儿童 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不满 是非常容易被引发出来的 而且那种社会的叛逆 是非常容易被利用的 所以说回这个烟花革命的主题 你会发现 这一波的年轻人 你指望这波人 要像其他一些省份 没有这么多留守儿童 或者南方经济 比较发达一些的地区 孩子有比较好的照顾 有宗族 有亲戚帮衬 可能孩子要去经商 或怎么样 发展不起来 烟花革命发展不起来 但是这种少年人 人心的内心的这种种子 各地其实都差不多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百年 所谓百年之未有大变局 其实啊 有人说未有之大变局 它是藏了一个梗 就是变局可以往上变 可以往下变 可以往好变 可以往坏变 但我告诉你 中国处的这个变局 是百年之未有转折向下变局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 能够有力的支撑说中国向上拐点 没有 所以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百年未有之变坏局 那么这些作为变坏之前的最后一代孩子 他们是可悲的 他们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他们成长的经历 中国社会 你看啊 拜金主义 什么吃播 选富 拜金 坐在什么 把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 下头等 这些老梗 遍地都是 他们是在这一代长起来的 再加上在这个乡村留守 玩的这些什么王者荣耀啊 什么什么 烂级包装 其他这些游戏 都是 不过 争勇斗魂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 就是对于那种社会的上层 你别看这些孩子 他们可能连一辆法拉利的车轱辘都买不起 但是他们对于很多的车 对于很多的奢侈品 如数家珍 这是中国很多现在底层的 或者平民的老百姓的一个特点 他们见识过 他们哪怕他们没想中国 他们见识过了 那个美好 但是社会的未来 不足以支撑 他们去享用这个美好 因为社会的岗位足够了 甚至中国还在大幅度的萎缩 现有岗位的人都保不住 哪有空位留给你们 所以那些人未来的命运 他们还没有成长起来 就已经注定了 而悲剧的是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的不满 无处释放 就借着烟花来释放 那观众朋友们想想 烟花能释放 下次呢 如果有自来水的问题 那水能不能释放 下次如果冬天是吧 燃料不足 天然气不足 煤炭不足 是不是可以借着煤来生事 就是生活中只要有不满的事情 是不是这些的利器 就会被释放出来 这就是咱们之前不止一次提到的 中国的利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成了规模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种社会的潮流 而这个原因是什么 刚才说了是吧 四十年前 改革开放的贫富差距 加上独生子女无人陪伴 造成了这种激情社会 两者并存在四十年前种效的种子 在今天长起来了 你别看这次的这个 可能只是河南这一地 但是因着地域不同 各地方的触碰点不一样 但是内心的不满的这种情绪 是相通的 也就是说 回头如果四川出事情 那四川的由头 可能又是一个其他的问题 但核心问题依然是来源于 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 不作为 一期的政策 不赘述了 浪费时间 的不满情绪的一个爆发点 那下次换山东 下次又换其他地方了 每个地方的点爆开 起因可能都不一样 未来我们会陆续看到 当时我会及时给大家播报 但是核心内容都是一样 对政府不满 而难就难在政府 中国政府没有能力 他甚至也没有意愿 去满足去平息 这个民众的不满 咱就拿这次烟花这件事情 其实这次烟花这件事情 明显是一个乌龙 是一个乌龙 咱想想 如果咱们现在玩一把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管理现在的中国 假设说中国再是这场游戏 那你现在知道民众这么的愤怒 这么的不满 我问你 今年要过年了 你但凡稍微有点老玩家 你懂点这个社会压力的宣泄 这个数值是吧 人口情绪数值 那个格已经红的要爆掉了 你是不是在寻找一些压力的释放点 对不对 这些东西咱们一般人都知道 但咱们圣上似乎完全看不见 完全反应不过来 完全 他可能沉浸在自己做新年致辞 在那种情绪当中 还自我感动的 没有做 所以你看 现在就是新旧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一个跨时的冲突 正常情况 中国能挣钱 未来有盼望 百姓有期望 对中国有信心 那个时候不让放烟花也不让放烟花了 因为有很多比放烟花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吃香的喝辣的取媳妇生孩子 中国的那一套 但是现在希望没有了 这些孩子们读书 看不到未来 毕业 马上就失业 外商 迁走 工作机会 这个就业岗位锐减 他看不到未来 这些东西都会给他增加这种抑郁的情绪 这种民众的爆发值 这种愤怒值 而你民间的这种约定俗成的旧的秩序 又没有及时挪开 当然就会发生碰撞 这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眼下这批年轻人 中国所谓的未来 他们是非常难办的 他不像城里的孩子 城里的孩子因为有家底 我客观说话 有些农村的朋友千万不要介意 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城里的孩子 他有家底 这个家底意味着不是供他啃老的家底 而是有家底的孩子 就像这句话说的 有散的孩子 他不用快速的奔跑 他有试错的成本 你知道吗 这点非常重要 很多的创业机会 说这个题外话 很多创业机会 在创业的时候可能看不到太远 但是有家底的孩子 他敢去拼 因为我有试错的机会 这次不行了 我家里还能给我找个下街 或者能让我再来一次 他当然要去闯 他一闯 有时候就闯开一片天 但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没有试错成本 这次他失败了 他就血本乌龟 那么有十个人里边 一万个人里边 一千个人里边 有多少个人 有勇气抛弃一切去拼这一把 那么大多数孩子 可能就是唯唯诺诺或者是谨小慎微 就错失了机会 所以类似的局面 中国不是第一次遇到 当年毛泽东 很熟悉对吧 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当他们利用完这批 被煽动起来情怀的红卫兵的时候 他看那群红卫兵 实际上就跟看垃圾是一样的 因为这些人都在城市里边 是不安定因素 而且随着全国大串联 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他们这些曾经一直在乡下的人 他们随着串联 随着到大城市 他们建了大城市的美好 对于农村的乡下的这种不繁荣 或者落后已经不满了 还是那句话 吃过肉了 再让你去吃康厌菜 谁愿意呢 所以最后毛泽东想到什么 上山下乡 利用自己领袖的这种崇高 和这些红卫兵的傻 傻 于是把他们忽悠去 地方上去 当然还裹挟了一部分 本身不崇拜他 但是没办法被潮流裹走的人 但是今天这个法 你中国在史 我还真不看好 为什么 因为咱圣上 您没有像当年老毛一样的声望 虽然说在党史里面 写进党章 几个维护 几个意识 几个自信 但那是您自封的 离开了中宣部的这些宣传 民众真实的声音 中央那几个人 可能都不敢让民间的真实声音 进到他的耳朵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产生的忽悠效果 今天说习近平说 要求说全国人民再次上山下乡 其实有这个苗头了 但是他号召了又如何 谁会真的相信 没有人相信了 所以这次的烟花革命 虽然不过是像是闹剧一样 只是给中共添个恶心 但实际上 这次的事件 如果中国内部 他们有人有脑子的话 也应该能够看到 这个事情 这个毛病 这个内在的大毒瘤 已经长成了 而且无药可救 太晚了 这种中国古话说叫病入膏肓 现在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过去孤独中 或者说在留守儿童的这种 像半弃养状态下中 他们成长起来 你能让时间倒流吗 或者你能在短期内 给他们以人生的期望吗 你能让他们看到说 中国马上就能富强起来 又有很多就业岗位 你只要肯拼搏 你就能过上好日子 你就能乡车美女 你就能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你能吗 你也不能 所以这件事情才是烟花革命不重要 而是爆发出来的这种 让我们的目光注意到的 这股中国的年轻的新生代 和之前我们80后90后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 这个发现才重要 所以中国古话说的好 我们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当年是那谁 就是拍脑子 说中国人太多了 怎么办呀 搞技术生育吧 这种拍脑子 这种傻车政策 到了今天 对 中国政府在近些年 正在还的这什么 什么人口红利消失等等这些债 就是在还 这个独生子女 这个债的一部分 那后面你觉得说 从80年之后 从80后之后 中国政府就没做虽事 没做错误决定 它脑袋拍的不少 咱们随便聚集 这些东西都 这些债都是要还 而且从2022年 从2023年以后 它都要陆续还的 而且不好还 举个简单例子 之前中国社会 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剧 叫什么 变形记 还记得吗 有些朋友看过 有些朋友没看过 简单来说 就是说 他弄了一档综艺节目 把一个在城里边 有钱人家里边的那种 就是说不着四六的 娇生惯养的孩子 家庭环境特别糟糕 就是跟父母关系特别烂 然后把它挪到 最贫困的农村里边 然后换这个 最贫困的农村家里的孩子 到城市里边 去人家家里生活去 为期有的是一周 有的是几周 或者是一个月 叫变形记 看看能不能变形 那我之前专门披过这个栏目 我说这个栏目 没有人性 到了极点 你把人家 这个时候 你的少爷 阔少爷 到了乡村 进行是吧 贫下中等再教育 随便你 感受一股慈甜 那是你的自由 和你的乐趣 无所谓 但问题是 你把人的穷孩子 带到这个城市里边 吃肯德基 拜登牢 穿新衣服 背新书包 享受各种电子 iPad产品 然后趴击一下 节目结束了 你就把人像垃圾一样 丢回农村去 每天继续上学 打猪草 这个什么 各种各种 做那种农活 他体会到了美好 然后一下把他一脚踹回去 或者给他一点点钱 没有用 没有改变他的生活 所以这个节目特别的操的 咱们之前披过 但是实际上 中国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 从那个 我之前不止一次骂过 那个奋斗 那个电视剧开始 中国的社会 宣传了这么多年的 什么拜金主义 炫富 这些东西 透过手机 无时无在的 起着一个比这个什么 变形剂 更要过分 更要直观 更要扣彻 无数倍的 这种宣传工具 对吗 你让穷人 说贫穷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做过 但是你让贫穷的人 能够天天看到 你们富人有多奢侈 那种不满 那种怨恨 嫉妒之心 人皆有之 这个嫉妒之心 在中国的很多人心里边 被养了40年 那养出大怪兽来 养出哥斯拉来 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因为节目时间关系 还有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中共拍脑子的故事 我们就没有时间一一讲了 以后有时间 在节目当中 我会陆续提到 这是个很长远的事情 所以无药可救 无药可救 这个我认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历史上 除了中国之外 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都没有看到 类似的这种国家行为 和这种一代人一代人的 这种代差和这种差异性 和这种孕育出来的不满 愤怒 和这种扭曲的心灵 我们那会儿老骂我们80后 我们80后垮掉了一代 90后更不行 其实你现在看看 中国的80后90后 我们还算是好的呢 你看看那些 就是小地方长起来那些年轻人 他们也是活着 跟我们生活的同一片天空下 但他们的内心大部分 相当大一部分 都是扭曲的 而且没有人去关爱他们 他们是缺乏爱 没有被爱的光芒照到的一代人 只有少部分是有幸的 大部分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好吧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指出这个问题 你们不要担心说 你给中共出主意 这个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谁出主意都没有用 因为主意是 点出问题容易解决呢 这个是真正无解的方法 因为时光 只要人类不能时光倒流 不能像多大爱梦一样 开着时光机回去 重新改变历史的话 改变这个脑残政策 和过去这40年的这种脑残政策的话 这种宣传 整整的这种东西的话 这个事情就无解 我只不过把这个矛盾 给你拎出来了 我们来一起看看 仅此而已 好了 这个啰嗦太多 咱们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您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耽误您时间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